在诺大的自然界,人与动物之间一定存在真挚的感情。 即使它们无法沟通交流,但是动物们会一直记得人们的好,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。 这种珍贵的情感层序是可以跨越物种的。 即使是异类又如何,爱能跨越一切阻碍。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让人深受震撼。 爷爷曾经是这里的住户,天空沉闭,远山寒带,村子里的一切在阳光的沐浴下是那么美好。 就在这天,自己的小孙子回来了,于是爷爷决定去山里找些柴火,和孙子在院子里烤肉吃。 他二话不说,飞上篮子就向树林里走去。 一路上,爷爷还时不时地采了些青草,准备带回去给自己的兔子尝尝。 走了好一会儿,爷爷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棵枯树枝。 他拿出镰刀准备开始工作时,却突然听到了一声叫喊。 那声音十分小,如果不是山林太过寂静,根本注意不到。 爷爷放下手里的工具,判断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 叫声像是一只马儿发出来的。 爷爷就这样顺着声音,拔开一层茂密的丛林,映入眼帘的果然是一只受伤的马儿。 一身黑色的毛发和瘦弱的身体,看样子应该刚出生不久。 此时的他正无助地叫喊着,眼神里充满了绝望。 爷爷看到这一幕,立马走过去查看小马的伤势。 原来他的腿被牢牢地卡在错综复杂的树枝里,根本动弹不得。 树枝牢牢地缠在他的腿上,留下了深深的血痕。 他的周围也没有马妈妈的身影,看样子是自己贪玩偷跑出来,不慎掉进了这片丛林里。 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,这只小马的腿很有可能因为供血不足,最终导致再也无法奔跑。 爷爷当机立断,小心翼翼地靠近小马,生怕自己的举动吓到他。 一旦马儿受到惊吓,恐怕就更不好救他出来了。 爷爷一边怜爱地摸了摸小马的头,一边对他说着自己的蓝意,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。 小马仿佛听懂了爷爷的话一般,很快便安静了下来,原本暗淡的眼神瞬间有了光亮。 至少他知道自己肯定能活下去了。 爷爷拿着镰刀,轻轻地割断了树枝,将小马的腿抽了出来。 幸好他发现得及时,要是再晚了一步,后果不堪设想。 隔旧后的小马由于伤势过重,还无法完全站起来,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了。 爷爷决定先把他抱回家喂养,等小马的腿好了,再将他放回山林。 就这样,爷爷用手拖着受伤的小马,一步步朝山下走去。 到家后,爷爷悉心地为他包扎,每天都准备好美味的食物,期盼着小马的伤能够快快好起来。 一个月很快过去,他的伤在爷爷精心照顾下逐渐有了好转,整天在院子里活蹦乱跳的。 爷爷欣慰地看着他,看来是时候将他送走了,可是马儿就像知道爷爷的意思一般,怎么都不肯踏出院子一步。 过了这么久,他早就和爷爷建立了深厚的情谊,怎么会舍得离开他呢? 爷爷无奈,只能将他放在身边照顾,有了小马的到来,给爷爷孤独的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生活着,爷爷去哪儿,马儿就去哪儿。 可是好景不长,爷爷被查出了恶性肿瘤,尽管他积极接受着治疗,可还是没有挺过去,不幸去世了。 马儿看着爷爷冰冷的身体,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。 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最亲的人,于是每当爷爷的忌日那天,马儿就会来到排位前给爷爷下跪, 用自己的方式对爷爷这么多年的照顾表示感谢。 他不光挽救了马儿的生命,还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,让他体会到了人间真情。 这样有灵性的马儿,让在场的人都潜然泪下。 怎么也想不到,动物的内心如此的细腻。 他们不光记得人们的恩情,还懂得知恩图报。 万物皆有灵性,动物们笨拙地表达着爱。 他们和人类的情谊,是一种跨物种亲情的存在。 只要伟大而无私的爱,值得人们用一生去珍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